弹曲得分和弹曲淘汰数 高光的就一定要有这种 有这种高光特别亮的 自主播对不对 哎谁说不是的 哦看在这里有血魔 拿点的时候被DSS直接打下来了 填波包 来了第一个幸运儿是目前 两边夹夹上线直接打下来一个 那后续车队应该是不太敢过了 很凶猛 玩儿记昨天打的还可以 但是今天前两场发挥的并不是很好 这不要打吗 这这是在干嘛呀 我说实话有点不太能理解 玩儿记前期的想法 他应该不知道这里有人吧 就是你他这个开车撞击的这个角度 去做就是XCG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看他那个感觉像是知道这边有人同时是往这个地方去开的 应该是估计觉得这个地方人少 对就是要不是人少要不是人的位置不是很懂 对 我玩棚玩起来了 今天不是彭地了是彭哥 是韩奥奥奥所带领的巨幅 杀红了眼 再拉过来穆斯利直接把小羊放倒 哎呀小羊这两把也没什么发挥啊 感觉巨幅这两把都是三方面被殴打 这一把的节奏好快啊 前期已经掉了这么多人 只剩55个 三边也被打走了 王一龙在后面想K分 王一龙还是拿到这个分数了 是的先把分数给拿下来 现在目前出现 这一波IWC可能要被 XCG再来一波阻击 XCG动车了 他们俩有可能会车站 是的 哎这边是什么情况 啊亨利直接被撞飞出去了吗 跳杀了已经 这个人头被小五给贴掉 好亏 现在知道搜索有人了 先给他把车胎修了 我要代表给你打到我血亏 2014期目前的分数就是终于在激风啊 只要他就进了 他是有机会能争取进一下季后赛的 但如果说他能够忍辱负重 后面来个卧薪长胆 哈哈再来个就继反复在吃一波鸡的话 我就觉得他真的是 人生逆袭之典范 确实有点难感觉 哦扔骨枪 白龙直接跟枪 右上角 这个圈 太偏了吧这个圈 是的 小虎这个时候开车 你需要支援吗 啊这是monster 刚刚开车过来 对方已经是在扶人了 啊这个时候应该是被迫的要选择 啊这个圈怎么打呀 感觉好多队伍都 光是能进到圈那里面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啊 是的 这一把呢2014如果绕进去呢 他也有机会 他是大绕圈 对啊 神力还没打完 哎哎 我觉得没 再见了 再见了再见 悟空这把 还可以 就是目前来说的话 他这个编织啊分数啊 都还有那么一些的 哦 DTT是轻松到战壕 DTT也想来 这两支队伍在上一把就已经继续遭遇了 5GG在 这个平均路上就已经被DTT直接移掉 这波是要打了 DTT知道前期DTT少人 人不多 只有两个 因为手链不断风大 上了一波就给DTT全部团灭 还能救人 但是六一的分数是被 而且还想探头吃信息 在车上 直接被敲了很多次 他这样的话被赶走 有可能会开到2014那边 是的 半路已经被拦截一个了 妹妹这个位置要救嘛 要救的话 这个暗门的分数是可以去 就下去看一下 这怎么救呀 真不如走了 对啊 这波其实可以走的 初期堵了一波人 把自己就堵进去了 自己没位置进啊 而且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就给了2004 不停的左右 横切的话 他最终的这个中心点 还是会从一圈中心点很近 对 但是前期的圈行不但在骗你 结果这个圈骑是还是会回到 比如说一二圈的这种中心 悟空还是会在S城城头这一附近 要去接团拿分 因为对于悟空来说 呃 还是要尽可能都去哪里淘汰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队 謹慎哦 但是没想到加油站 还有个悟空的 你这车要炸了 完棚 哎呀完棚刷起来了 完棚几个了 四个了四个了 四个了 四个了 你再人少了点 今天战神榜是有机会上 已经有十几个淘汰了 啊悟空快跑 这三个了吧 第一把没注意他拿几个 哎呦我都我都看了有点想哭了 悟空你要加油呀 明明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哈哈 三把都跟 这个现在从 这个现在从 蓝圈里面进圈的队伍 这个圈的队伍都要问 你有绿马吗 没有绿马不让进哦 四公二看这波四公二 啊 还在扔头之物哇 不要把雷火都扔干 哦 这波出现少力很高啊 但是完棚正面打一马云龙 没人跟马云龙啊 这个是能够的问题的啊 啊 啊 这样完棚换了一个 其实对对于其实 这一波四打二被换一个 说实话还是比较亏 对 这边FC机慢慢贴边进去 而悟空的话是接手了三房 还行大家都在去啊 嗯 4M在南边还 目前来说挺悠闲的 这波 i7 对i7被灭队了 i7中期就是 吊人有一波特别惨 就是那个被撞飞 去你的小黑瑞这波 撞飞之后 直接跳杀了 我消音给我砸 波波能打下来一个吗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连续放到两人 对于这一波冲锋的话 是没达到任何的好处 哦 他选择了去走204那个方向 是的 他没有选择去走悟空的那边 那其实 嗯 说实在不行跟204换了吧 但是你想到204这边是 有狗达啊 确实有点精神不错 而另一边 哎呦 懒羊KK 连续的在树后放到两人 是的 是啊 这4M是四个人 其实他是本来 刚才在南边是没有敌人的 然后这么防守姿态的话 是很伤的 我说这波是很伤的 因为是防守方 关键 关键是阿伟还被补了 所以小鹿在跟枪把 十字给打掉 呃 能救起来一个 对这个结果还可以了 又是北切 南切完又是北切 是的 新开炸完XTG一下 赞波我不充不就好了吗 他还有一个人 他其实上面不充的话 其实等这个圈刷出来 卡一卡也能玩 不过这个也就是马后炮了 因为全行刷新的关系 你不知道呀 你不知道下一步可能会刷新的 4M 如果自走下找的话 就是有个独狼 他可能信息没有 啊 啊 自雷了 他这个角度 他在就是现在4M 他风烟吧 我回来 风烟封了个雷出来 你看到他原地有颗烟 我要笑死了 这把是什么牛鬼神 都出来了 我的天啊 可能是失误了 这边是利用投注 看能不能限制一下 杰弗尔 如果有击倒的话 这波4M是有机会去打正面的 是雷 悟空已经徒步两个人过来了 你看 两边的距离 对于4M来说 其实雷都不是特别好 诶 这边炸倒了 刚说完 这个雷好准 赛事小路 倒了 是的 悟空这个时候也 踩出来要去清理残编的DSS 他是来K头的 小路驾向倒了 因为两公里的话是开车 进行到前面 要进行反卡结果 小路是扔雷倒的 他就是过来扔了颗雷 雷倒之后 他就A马就被 抽倒了 就是刚才在炸倒 就DSS那颗雷是小路扔的 就是他拉了拉近了一个距离 就是风起因来没有人 就DSS管不到他的话 他有机会可以扶 而且因为前面 尽到小路的枪线 是来自GFY的 然后就是GFY自身难保 所以有机会 是 他可以起来 DSSG G 是 没办法 这个位置 是的 而另一面的话 降路跟DT DT要直接去冲击降路的正面 风风已经倒地了 这边两个人 但是脸上有颗的 这个脸好像拔了酸的 拔了拔了 应该是拔了的 好像没事 这边的话只剩特别了 呃如果记得没收的话 特别实际上应该有GROZA 原点SMOCC被PK男给K掉 这个分数 悟空的分数也是直接顶上来了 这把悟空过关斬将 真的从 只有1分 现在打的 已经是13分了 好像是比较多 这把他不着急 他一直是控制了S层的城头 赶了一波队伍之后也是 接顺尾 就是打的还是比较 这个干净利落的 特别 二百区的BROZA 看到了 在车后 没有什么进攻性投资物 我直接过来移了 是的 好凶 只剩波波翼的 对我看他落地 没有多久就知道了 有可能是移的 有可能是落地 直接就打死了 是的 好 最后的话是皮肯南 首刃小鹿 三打一打一 这三星地的潮 高点的话 有白罗马在下枪 不用担心 但是哎 特别反打 这枪头皮肯南最后的 倒地之前刃出去的手呢 还是将特别给打掉 分数给抽掉 北边的话 与没能打过 很残 你觉得爆了大残 看你的老白老马 这个时候 点位 因为点位 标的很清楚了 没有什么问题 悟空这一把 16个才的一把 下班 不不不 这个上把 上半场 两把没知道的分 都被坑补回来了 对把坑补回来了 哎呦